哈喽 大家好我是洪鸡 哈喽大家好我是洪鸡 现在呢我们在甜品店 吃饭时间也比较忙吧 白天忙完下午呢 上午忙完下午呢就带丽芹去逛了一下 宠物鱼店 因为我那小鱼缸里面没多少鱼了 丽芹又说我买的很难看 他比较喜欢这些红绿灯 反正就是像亚马逊那边过来的吧 反正是夕阳那边的鱼 你这里才买了五条 家里那么多条 会不会打架 不会 一般还挺温顺的些鱼 因为鱼缸实在是太小了 所以才买了这么一点 也不敢买多 早上实在是没有时间去旅行 我光我一个人就差不多半了有半吨左右的东西 嗯 落魄网红啊 是什么让你 要这样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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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勾到他的肩 好 好 OK 嘿嘿嘿 搞定 现在时间没有太多的精力来看视频 因为我在筹备另外一些比较不大烦的东西 这个家店呢也正在准备开店了 还有一系列的卫生方面的东西没有搞定 搞定之后呢 再重新稍微装修一下 试一下墙面 还有呢 安排好 现在那些布局啊 什么的已经设计好了 就差 呃 就差将去搬进来 现在也只还是一个毛胚的状态 以前这里是收银台 但是后期的话想把它分成四个小隔间吧 毕竟 这一块的 怎么说呢 空间也还是够的 总共分成四个 一 二 三 四 等于说四个套间的那种 格式一样 外面呢 做一个收银吧 这是做收银台 可以用来喝喝茶 聊聊天 在办公台的后边呢 就是 专业的材质展示 包括床垫里面的弹簧 海绵 或者里面的一些布料 一系列东西全部都可以展示出来 这里呢就作为一个小展厅了 虽然也还还算是比较大吧 这里只是其中的一层 总共有两层 前段时间进来这边呢 还有有点乱糟糟的 现在基本上这些墙面都已经搞定了 楼下还有一部分没有搞定 就把这一层的卫生先搞定吧 我跟我妈妈两个人 这些全部都是需要用铲子把这些粉呢 给铲下来 然后呢 一点点清扫掉再拖一遍 就很干净了 这么大的空间 清爽多了 一点点慢慢来 一整晚的时间 就没有搞定了 现在是一个人 没有搞定了 好 现在是一个人 在哪里面 想要拖一个人 就是一个人 上面还有很多没搞吗 还很多 再等我一两个小时就搞定了 这上面又来摆什么 是不是搞好就可以摆了 不要这么快 出了一个设计谱 但是设计谱的话 可能还要稍微做一些调整 应该开个十五之前就可以开电了 你再给我起点点点 不要 搞定了搞定了 参考兵万 八月十五之前就可以开门了 终于忙完了 累到不想说话了都 从早忙到晚 等下要去洗澡换第三次衣服 也有朋友在挺诧异的 为什么我们突然之间就开实体店了 也有人觉得做实体店的生意现在不好做啊 怎么怎么样的 反正众说纷纭吧 首先呢我们家不是现在才开的家私店 而是我们已经开了三十年的家具店 之前我陆陆续续也跟在家透露过嘛 家里就是做家具生意的 我有时候过年回来也要帮家里面的忙 在这三十年里各种各样的疯疯一遇 就现在的市场安情来看呢 还是可以的 投资也不算很大 全部加上第一是转让的费用 还有呢押金的费用 不知道大家那里是押多少 我们这里的话大概是需要押四到六个月 转让的是2.8万 算下来还有其他的物料费 装修费 还有前期的铺货的费用 大概也就十万十来万吧 十来万左右 对于一家家私店来说 这个成本已经非常的低了 加上现在的产品和供应链的升级 会有更多更好的产品 会推向大众的市场 所以呢也确确实是需要一家 新的店面来支撑我们的新的产品 而且我觉得可以趁这个势头 毕竟我现在还在做这个工作 还在做自媒体 可以可以有更多的流量 可以让大家了解到 床店的更多相关信息 也可以让大家了解到 我们的手工的流程 工艺材料用的是什么 这么说呢 又是长篇大陆了 先把店开起来 让大家感受一下 我们现在所做的产品 了解一下产品到底是怎么样 对 好了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观众 拜拜